南非作为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各领域都领先于周边的邻居。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却频频有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处事霸道不公。 当地华人屡屡看到警方肆无忌惮的暴力执法,更有甚者穿住警服。 但却做出勒索、恐吓、抢劫、盗窃等突费,才会有的行为。 近日,小编偶然在朋友圈,看到老同学小张的直播。 印象中的小张,总是形象整洁,但荧幕上的他却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短短几分钟的视讯里,小张讲述了自己当晚的遭遇。 其内容让人心惊。 据小张表示,当晚他与妻子两人在回家的途中,遇到警方设定的路障,但并未被要求停车检查。 然而当他们在红绿灯处停下时,警察却追上来表示,他们无视了停车指示,并污蔑他们,是在遇到路检后逃跑。 当时,小张因喝了几瓶啤酒,所以,车辆由他的妻子驾驶,两人并未触犯任何交通法。 更没有酒驾。 小张的直播截图。 对此,小张试图向警方解释,但遭到了无视。 警方表示,他在破坏警方的威严,并开始直接动手。 在双方拉扯下,小张穿的衣服被完全撕烂。 由此可见涉事警察是用上了吃奶的力气,在和他纠缠。 小张第二次直播截图。 随后,小张还是很理性地要求警方证明自己的身份。 对此,该警员则回答, 我的名字叫Fake Do. 对于这种执法态度,小张也是无可奈何。 作为执法部门,警方的职责在于维持社会稳定,并打击犯罪分子,以确保民众的安全。 然而,南非的部分警察却反之而行,自己成为了那些威胁到民众的罪魁祸首。 在南非,许多华人在遇见犯罪事件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要报警。 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报警也没用,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当地反暴力执法抗议,而有部分华人,看到警察比看到土匪还害怕。 南非的犯罪率,近年来直线飙升。 但被抢匪和小偷,盯上还有可能逃脱。 而被警察盯上,却只能认灾。 这些拿住枪的土匪,受到了一身警服的保护。 明目张胆的抢取豪夺,还不用受到法律制裁。 暴力执法是家常便饭。 在当地,那些不懂英文的华人,注视就是弱势群体。 在遇到警察的不公待遇时,控诉无门。 只能自认倒霉。 就在前不久,小编的朋友家里,被警察五股登门搜查。 期间,一部分警察引开了屋主的注意力。 而其他人则乘机从卧室内盗取了近五万兰特,约2.5万人民币的现金。 当屋主前往警察局报案时,警方表示在屋内搜出毒品,并威胁道。 如果屋主坚持认为现金被盗,那也要承认贩卖毒品。 然而,屋主本身并不吸毒。 也不知道毒品是哪里来的。 小编事后询问此事后得知。 当地警方时常会携带毒品,并在外出搜查时会用这些毒品栽赃嫁祸。 事后便威胁被搜查者,不要去为丢失的财务报案。 虽然这些对于南非警方的指控,并没有缺陷的证据。 但却有许多华人,都遇见过类似嫁祸事件。 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撇开警方不说。 在南非马路上随便拉个当地人。 他们都会告诉你中国人很有钱。 这种偏见导致华人成为了土匪和警察眼里的香波波。 相较于不法分子偷偷摸摸的计划抢劫华人。 警方抢劫华人,就很简单粗暴了。 时常是看到华人开车就随意拦下。 然后急着各种牵抢的理由敲诈勒索。 而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华人有钱,且愿意破财消灾。 警方的路简一般都是大型堵车灾难现场。 当然,警察这种看到华人,就像看到金主爸爸的思想。 有一部分也是华人自己挂出来的。 在小编刚来南非时,当地警方的风气,并没有这么恶劣。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南非做生意。 其中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 也有很多不懂英文的新移民。 他们不懂南非的法律。 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遇到不法警员时, 很容易稀里糊涂的,就被敲诈了财务。 而大部分人遇到警察时,也情愿花钱省麻烦。 久而久之,警察就养成了敲诈华人的习惯。 对于那些不愿意被警方欺负的华人而言, 诉讼这些土匪警察,也是个漫长且麻烦的过程。 从到警局报案开始,就有可能遭到各种怠慢。 好不容易立案后, 等住他们的将会是长达数月的起诉。 不仅费才费力, 最后可能还不了了之。 每次开庭不是检察官家里有事请假。 就是涉事警员突然变得不会说英文, 并要求必须要有翻译在场才能继续审案。 有时甚至连法官都会失联, 值班时睡觉的警员。 作为法治体系完整的国家, 南非本不应如此。 但长时间来的腐败, 造成了执法人员肆无忌惮的执法犯法。 若在其他非洲国家, 民众尚可把锅甩给不够发达。 但南非早在数十年前就建立起了完善的宪法, 其先进度曾堪比西方发达国家。 那南非的借口又能是什么呢? 南非宪法 其实有很多当地民众认为, 南非的法律对罪犯们太过于宽容。 强奸犯、杀人犯这类人群, 在满足简单的条件后, 就能保卫候审。 就算判了行, 也没几年就能出狱。 作为民主国家, 本来这无可厚非。 但这里面却存在住严重的双标。 在南非, 如果华人犯法, 等待他的可能是数十万兰特的保释金合法款。 但犯下相同罪责的当地人, 可能只要几千兰特。 小编大学时期, 曾见过华人同学被持刀劫匪抢劫。 在与劫匪打斗时, 被警方逮捕。 最后劫匪轻松离开。 而被抢劫的同学, 却因为刑击他人被起诉。 总而言之, 南非的执法人员总是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华人深深的恶意。 当然, 南非还是有正直友善的警察, 也有负责任的司法人员。 但小编深感, 他们简直是凤毛麟角, 这样持相执法的警员。 能靠谱吗? 以前小编总以为, 警察暴力执法, 只会出现在新闻里。 但在刷朋友圈时, 看到熟人的遭遇, 才发现原来这类事件离自己那么近。 如果昨天在新闻里看到的是陌生人, 今天刷到的是朋友, 那明天的受害者, 可能就是自己。